我覺得現在是一個敏感時期 因為我們小英 還有我們政府整個態度 走到哪裡 如果人家對他們表示 歡迎的善意 都會被人家懷疑 說是不是比較台獨傾向 這是一個蠻悲哀的事情 我覺得從商業的角度來講 在商延商 當然希望兼顧全球的市場 包括大陸 甚至包括海外華人市場 所以我覺得我們政府應該謹言盛行 不要製造一些 可能引起敏感考慮的話題 那到時候民眾對你表示好感的時候 好像就被戴上帽子 說他們是支持你的台獨 其實民眾對你好感 可能是其他層面 並不一定是海獨 可是現在變成對你表示好感 就好像支持台獨 話上等號 這太冤枉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政府 真的謹言盛行 在這個台獨的議題 跟意識形態上面 盡量不要去談一些 讓大家擔心 或是讓對外敏感的話題 這樣民眾才有可能 比較放心的去支持你